富和哥 你覺得用儲蓄型保單來理財 對不對 好不好 其實保險公司 你可以明確地發出聲音來嗎 不好 為什麼 不好喔 它唯一的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年輕人很容易花錢 對 然後讓年輕人把錢強迫儲蓄起來 唯一的一個好處 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好處 可是強迫儲蓄對現在很多人來講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小朋友每天不知道幹嘛 錢就不見 錢會長 錢會自己跑很遠 都是月光 可是問題是 你存在銀行也是強迫儲蓄 他們根本不會存在銀行的 那為什麼我把錢放在保險公司 因為他時間大就來逼我繳錢 有點像是你的電話費 一個有人逼啦 一個沒人逼大概一樣 對 現在小孩就欠人逼啦 對 我們投資 我們想要賺錢 我們現在世代比較相近 我們想要 我們未來的人生會過得更美好 我跟你講更美好 其實我們一定要學會理財 一定要學會這個 不要人家逼我們自己也會去把錢放在對的地方 如果你自己一直一直靠人家逼 靠人家逼 好像爸爸在罵人喔 我要哭了我 不是 因為 像我快60歲了 我們的人生碰到很多種不同的狀況 比如說我們有結婚 我們要奉養父母 我們除了奉養自己的父母之外 我們可能還要奉養我太太那邊的父母 還有小孩 我們的花費是很複雜的 很多元化的 那一定要逼自己做一個簡單的 簡單講利息哪邊高放哪邊 大概是這樣子 你不要說只要focus一種產品 這樣的話 你可能你未來的人生可能就是 可能也很普通 但是每個人不一樣 每個人不一樣 我想說還是要放對地方 所以說我們這節目很有意義 你知道嗎 我們要知道 我們除了很明確 還好我今天我來上這個節目 看一下主持人是誰嗎 當然 我有問題 除了這個 除了我們剛剛不要講 我最期望我們知道這個 無痕 無痕是那個 無痕視窗 這個就覺得到 不是無痕內衣喔 很多人說 每次在那邊搜尋 什麼花什麼的 什麼榮的公司 每天搜尋越來越貴 還想說趕快搶機票 不然來不及了 那用一下無痕視窗 你可以買無痕內衣送女朋友 兩個都可以常常使用 好 所以鳳哥這個東西 儲蓄型的保單 你覺得 一般人是不適合的 強迫儲蓄還行 就是強迫儲蓄 強迫儲蓄 讓你把錢存起來 但是問題是現在 你存定存很簡單 那最後就是要你畢 但是現在我們這個 網路銀行嘛 對不對 按個按鈕 就過去了 按個按鈕 就從活出 儲蓄型保單 應該比定存利率好吧 對啊 如果拉長期呢 沒有 沒有 我們就簡單講 如果他真的比 我們就以房貸來講 如果真的 我們常常在視頻上講 有3%的 對不對 有4%的 3.5%的 如果真的這麼好的話 我把我房子押給銀行 借1000萬出來 放在3% 3點幾% 那我中間賺那個價差 1000萬就賺10萬 聽得懂嗎 很好啊 對不對 套利嘛 1.5%嘛 存那個2%3% 對 你覺得我們會有這麼好的事情嗎 但我想要站在 我想要站在就是 剛出社會的年輕人的角度 來問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是對於一個 完全沒有理財觀念 然後對數字沒有觀念的人 他要怎麼去理解 剛剛講這些所有的 因為我剛剛講那一句話 我耳朵已經關起來了 哪一句 就是什麼套利什麼 這我已經完全是超過我理解的範圍 但如果是像也是有這樣子的人存在的話 他們要怎麼知道說 什麼才是好的 什麼是不好的 其實簡單講 利息哪邊高 就放哪邊 可是像是哪裡得到這些商品的資訊呢 會去 你會把東西放在保險公司裡面 大概一個狀況就是 你的旁邊有人在賣保險的 對 他會主動介紹你介紹 你聽聽看也不錯 那你大概不會自己跑到銀行裡面 去看那個掛牌 對不對 你看不懂 應該不會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 真的 因為大家都說看不懂 因為搞不清楚複利 我就想一個問題 後來有一天 我看到我兒子 那時候很小的時候 小學三年級 數學課本 教過 100塊錢 如果3%的利息的話 你到年末了以後 你本利盒哪會多少錢 103塊 各位 小學三年級就教過了 而你現在都忘記了 是不是 這種東西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算不會去銀行看 網路打開 年輕人不是很會網路嗎 網路打開 各家銀行的利率表 一看就很清楚 對不對 哪個利息高放哪邊 除了這個之外 還要放一個沒有風險的 這個 網友好像也覺得很錯亂 有人說買保險 應該可以分散風險吧 因為有人說他小孩 一出生就買了 那今年剛好買20歲 你很厲害 持續繳到20年 領回了20萬 他覺得他繳的錢 好像比他領回來多很多 沒錯 他繳的錢比他領回 這個就是狀況 這就是問題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他買的是儲蓄險 幫小孩子買儲蓄 你看我們經過20年的通膨 對 真的 各位你們一定還記得 太久了 也許現在10幾歲 20幾歲的年輕人 不曉得什麼叫通膨 沒有感覺什麼叫通膨 但是你到了30幾歲以後 40幾歲以後 你會特別強烈 簡單的講 一碗陽春棉 10年以前多少錢 現在多少錢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通膨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至於說 其實我們回顧到 保險歸保險 投資歸投資 保險就是萬一我發生的事情 需要有一大筆的錢 對不對 那如果我買的保險是 我繳的比他們領的還多 那這個叫保險嗎 我繳的比我領回來的還多 這個就不叫保險 萬一發生事情的時候 萬一我有意外 萬一我有生病癌症等等 等等的狀況之下 完了 我繳的比我領的還要多 就沒有意義了 那鳳豪哥 我現在需要你幫我診斷一下 因為剛剛我那個六年的美元保單 我剛剛說到期 我領盈200出頭 對 我現在把這200出頭的現金 我又拿去買了另外一張保單 這次我不買儲蓄險了 我買積極型的保單 積極型保單 投資型保單 對 投資型保單 然後它就是在裡面幫我滾 就是可能他們就說什麼是保險公司 會幫你拿你的這筆錢去做投資 什麼什麼的 幫你算更多錢 對 然後我每個月 它會給我415塊美金的利息 你有領到嘛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可以拿到我這415 然後一萬多塊錢利息 拿去繳我的車貸 我就每個月不用再多拿我自己的錢 去繳車貸 我就拿利息來繳車貸 拿利息來繳車貸 一定會配給你這個東西 對 它給你的一個 它們叫配息 對 那你覺得我現在這件事做對了嗎 那你現在打個電話 這很高很高耶 好 200萬一個月給你1萬多塊的配息 對啊 你現在可以打個電話到保險公司去問 說你現在剩下多少本金 本金會有點少 有點掉 就是它會波動 對 它會波動 它可能會少 對 可能會少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人 就是它 投資型保單會把你的錢放到 投資的帳戶裡面 對 如果賺錢你領的沒有問題 如果投資的部分虧錢 它還是給你一樣的錢 所以你覺得很舒服 對 我覺得還是415 但是它會把你的本金 慢慢慢慢填到 吸釋掉 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你不管買什麼 你打電話問0800的客服電話 說你現在剩本金賺多少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你買了一個東西 到底是好或是不好 那我有可能 我時間到了 因為投資型保單 各位注意看 投資型保單 絕對是不保證獲利的 絕對是不保證獲利的 所以它可能是在配它的本金 對 因為你要它的起 它就是你的本 本金拿回來嗎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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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每個人 每個人 我就拿時間跟它拗 拗到本回來 我再撿 人生有很多事情 沒有問題 對不對 萬一你買的基金 一直跌 一直跌 萬一你買的一直跌 可是你要領得領光 你要把你本領光 最後什麼都沒有 但是這個最糟糕的狀況 不太容易發生 但是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你想要那麼高的利息 基本上它是有風險的 對啊 這個已經6%多了耶 6%多 那其實6%多還是那句話 我把我的房子 壓給銀行2% 他給我收2% 我放了6% 都保證的話 對 因為銀行跟保險公司 這種計算師很聰明的 算過才會有這個產品出來 不是說你一定賺不到 但是一定有風險 你報酬率越高 風險越高 我知道這個 通常CC它最近也買了一張 說是在國外的保單 因為你覺得它國中 開始研究這個保單 你覺得現在保單的利率 比較差一點 所以你買到國外去 越來越差 對 是真的 國外的那個 你是說現在1年好像也7% 美元保單 對 也是美元保單 7%美元保單聽起來很好耶 對啊 郭老師這可以了吧 哪一家 我們有這個保險業務員的資格 其實我們在節目 是不鼓勵大家去買這個東西的 真的啊 對 因為這個節目如果說 你講的話 對啊 國外的 是境外的 它應該是你到香港去簽名的 對不對 這個叫境外保單 那這個好不好 那萬一發生事情 因為它有很多是英文 有很多是英文 對 你要自己去處理 那好不好 它有英國男朋友處理 對啊 沒有問題 它有英國男朋友 另外我們每個人 我們沒有英國女朋友 知道嗎 我有何話我也會去買 但是問題是我的英文不好 如果真的碰到 有些事情發生的狀況之後 其實我在處理上面 會有點麻煩 那其實我們台灣也有很多 很好的保單 只是大家沒有發現而已 真的啊 什麼 譬如說我們在台灣常常 鼓吹大家買定期錢嘛 對不對 定期錢很便宜嘛 對不對 每家公司都有賣 那有一種定期錢更便宜 譬如說 一年期的定期錢 我隨便舉個例子 我拿這邊有個數字 給各位看一下 很便宜 便宜到什麼程度呢 這個是癌症癌 我們先來癌症癌 一樣意思 便宜嗎 一年期的 注意看 我們有二十歲 三十歲左右的男生 一個單位才一百七十幾塊 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 一年 一個單位 它有很多像發生啊 住院 一個單位是幾萬 不一定 看我們發生怎麼樣 所以它的一個單位 大概就是說 它沒有一定的數字 一發生十萬 病房大概有一千八百塊錢 動手說還有錢 一箱一箱 一百多塊 這種保險 這是一個單位 一年要保 要給他們這個 一百七十幾塊 男生是不是一百七十多塊 有沒有 台灣有這種好的保單 不是說一定要到國外去 如果說你剛剛 國外有選擇性更多 那我們英文不好的 LKK的來不及了 怎麼辦 為什麼女生比男生多這麼多 因為女生的器官 比男生多一些 女生的器官 女生器官比男生多 對啊 會也比較快 我們就說男人 沒心沒肺沒肝都是真的 他們真的都沒有 對啊 兩倍多快三倍 那類似 我們還有一種叫做 台灣的一年期的受險 很多觀眾朋友都不清楚 隨便舉個例子 三十歲的女生 一百萬的受險 你知道多少錢嗎 三百塊 不 六百塊 三十歲女生一百萬受險 一百萬六百塊 十萬是不是只要六十塊 十萬是不是只要六十塊 所以他們儲蓄保單 分給人都十萬 對 因為你們這個都是儲蓄的 因為你們這個都還本的 那其實我們這種純的保險 他的保費非常便宜 那問題是 業務員不喜歡賣 保險公司的主管 不願意告訴你 對不對 因為沒有利潤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回過頭 保險其實 不一定都很貴嘛 要繳十七萬 二十萬 三十萬 不是一般人可以繳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 你說低保費 高保障的保險 這個是意外險 這個是意外險 意外險是更需要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常常 尤其常常出國的朋友 在國外萬一有什麼意外 生病 這個意外險其實是一年起的 機車族很重要 對不對 你看五百萬 才四千塊 所以說一年才要繳一千多塊 到四千多塊就夠了嗎 這個是意外險 五百萬還四千多塊錢 那一百萬的話是一千多塊 含一些小小的醫療 那這種保險 這樣夠了嗎 看年輕人大概 疾病不太容易發生 基本 那最常發生那個騎摩托車 對不對 做普悠馬號 對不對 或者我們很擔心搭飛機的時候 有一些狀況發生 這個上面大概都有了 你看五百萬四千 五百萬喔 不是五十萬喔 可是剛剛看年放棄的 你的保單 對啊 二十萬的意外險 十萬的 二十萬的意外險 十萬的壽險 你買這個講的一直難聽 大家以為我繳得很多錢 保障很夠了 真的一發生事情 十萬塊 然後你看我年繳又一萬五 真的跟你剛剛那個差好多 所以說你這個就完全是儲蓄 完全是投資 就是儲蓄的概念 保障的功能幾乎等於沒有 幾乎沒有 就是大家分得很清楚 所以小資族 最應該買的保險是什麼 現在居然有人網友在問說 純保險去哪裡買 已經沒有人跟你推銷 所以已經有人以為買不到純保險 純保險是我在節目裡面 發明的名詞 大概只有我知道 什麼是純保險 你們去問他業務員 純保險就是 有發生事情一大筆錢 沒有發生事情 這個錢算是做功德 就完全買保障的 簡單講 各位強制險 汽車強制險各位 買過沒有 這個就清楚了 汽機車的強制險 純保險 純保險 講了大概六百多塊 對 呂平險也是純保險 呂平險大概也是純的保險 大概概念是這樣 拿不回來 不一定可以拿得回來 所以你主張我們不要想 用保險把錢拿回來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其實我們投資的管道 我們這個節目 已經開播那麼多年 一直講投資 一直講投資 其實我這個不會的人 我都知道什麼叫ETF了 我都知道什麼叫台灣50了 多看就對了 好 我知道其實鳳和哥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翻身 我們常常講小資嘛 你想變小資 變成這個大資族 那基本上 你如果靠儲蓄型保單的話 是很困難的 對 但是第一桶金的時候 看不到哪一天 第一桶金的時候 強迫儲蓄可以 可以 但是你要賺退休金 什麼等等之類的話 那個就 不行 沒辦法 沒辦法 但是最好用儲蓄型保單 有六年 十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有分很多種 只要買六年就可以了 那有很多人跟你講說 二十年的 那基本上 天哪 你買了二十年了 我很後悔 天哪 是不是 天哪 二十年了現在還在繳嗎 到一百一十一年 剩幾年了 我要趕快把它繳完 加油 所以希希妳一年角度要保費 一年 我現在很多其實都到期了 對 所以我那個目前 而且她那時候 應該預定利率是比較好的 對 而且那時候的美金又很便宜 就跟你一樣一比二十八 對 這就買到便宜的 然後現在 我還沒把它領出來 可是如果領出來的話 換算匯率的話又賺了會差 那如果像現在匯率比較差 然後利率也比較差 現在還適合做這樣美金的保單嗎 美金的保單 其實我從頭到尾就不贊成 把錢放在保單裡面的保險的功能裡面 我從頭到尾都不贊成 我從頭到尾都不贊成 不管利率匯率什麼都不贊成 對 因為很多人買美金的保單 他犯一個嚴重的邏輯上的錯誤 把美金的保單跟台幣的定存來做比較 對 各位聽懂 美加在哪邊了嗎 美金的保單應該要跟美金的定存 美金的定存來做比較 這個才對的 可是很多人都誤會 我放美金三點多或二點多 台幣一點多 我賺到了 他講的沒有錯 可是你把美金的保單放在美金定存 一比較 好像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而且這個中間還會有這個六年 你要臨時要用到錢的一個風險 對 我這邊有個例子 我這邊有個例子 這是台幣的保單 我們就以這個來做例子好了 同樣繳同樣錢在七萬多塊 對 七萬多 注意喔 你放在最 每年繳七萬多 你看放這邊 你放定存的話你要解約 對不對 也是七萬多塊錢還給你 對 可是你放在美金這個保單 六年期的保單 你終於要解約剩三萬多 有沒有 對耶 一開始第一年 剩三萬多 三萬多跑哪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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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員獎金 我們就不敢講了 可能行政費用 是喔 我講業務員獎金 可是你放定存 本金更利息還給你 你們在買這個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 這六年的這個風險 萬一你需要用錢 可是業務員不會跟你講 這六年 他會跟你講 七年八年以後 對不對 哪個業務員跟你講 這六年 這六年 我告訴你 他一張把人都賣不出去 這麼久 這麼長 那其實小資助還是那句話 他真的會花錢的話 那還是 就是努力存一下六年 其實六年說快不快 說慢也不慢 一下子可能就過去 可能第一桶 五十萬六十萬的 就靠他了 就靠他了 那鳳凰哥我有問題 那你說一直說 就是不要買這種保單 不要買這種 可是我們已經買了 你可以幫我們開示一下 我們是不是繼續 把這個美元保單 買了就買了吧 放越久越好 我們是不是 就是不要把它解掉 讓它放越久越好 因為放越久越好 因為你看到下面 它變好高耶 下面 這三十年 四十年以後 那也沒有高個兩 度個兩萬塊 一萬塊而已啊 也沒有度很高 所以你建議我們 不要領出來 不要解約 就一直讓它福利館 如果用不到的話 是不是障礙裡面的 用不到啊 基本上都會用得到 因為我們的人生 你會隨著年利增加 你會有買房子的這種基金 你會有小孩子的基金 一定會用到啦 我是覺得說 有時候該 好好處理的時候 就好好處理 所以你不主張 就一直放著一直放著 以後變成年金來領 變成年金啊 這個你覺得 這個會比年金會領得好嗎 因為通貨膨脹一年 大概2%到3%的那個 通貨膨脹的率 所以說越成會越少錢 簡單就是這個樣子這樣 是喔 靠保險能夠賺錢的 只有一種 今天買明天掛了 是吧 只有這一種 你要靠到獲利能夠賺錢 基本上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你看我們家住的房子 我隨便講 我一直喜歡講房子 我們家以前的房子 買的時候50萬 30坪 30年以後 現在賣掉1200 30年1200 是幾倍 所以你覺得把它當做 是一個比較短天期的 比訂購差不多的 強迫 年輕人會花錢 他一定要出去 但是我碰到很多年輕人 又來了 那你們七八年就把它數回 你的意思是這樣 你不要想要放個二三十年 對 又來了 我存好東西 到了六年了 我買了 還領了60萬70萬 我就花 我歐洲 對 我家裡頭那個 欸 存存六年很慢 花不到三個月 光光了 對 花光了 好 好 謝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